近日汪小飞宣布与新女友结婚后 S妈疑似不满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汪小飞在直播中透露 今年一定要去小梅 还要送她一个大戒指 她说小梅对她和孩子都很好 是她的精神解药 汪小飞和小梅相连不久 但她早就有了结婚的打算 汪小飞表示 自己是专一的男人 和前女友张颖颖分手后 空窗了一年才和小梅在一起 小梅是山东人 但住在弯弯 所以汪小飞每次去看孩子 都会带上她 两人的感情很稳定 孩子们也很喜欢她 汪小飞的婚讯公布后 每人李静良也站出来 分享了他们的相视经过 她说小梅是美容界的专家 她去年和她谈业务时 就邀请她去了汪小飞的酒店吃饭 就这样奉合了他们 李静良很支持他们的婚事 汪小飞的前妻大S送上了祝福 希望她能白头到老 早生贵子 但是大S的妈妈和汪小飞的妈妈张岚 却都不太高兴 对网友的提问都很冷淡 张岚甚至说今年结不了婚 暗示对小梅不满意 不过她也和小梅一起去了新加坡 让人摸不清她的真实想法 对此你怎么看呢